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投资朋友 这个礼拜台北股市创下历史的新天价 虽然今天开始做一个震荡 但是你要知道 盘面上轮动的焦点 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这个礼拜大家看到新闻媒体的画面都知道 辉达的董事长黄仁勋已经来台湾了 而且他是提早来台湾 所以你会发现 天天都有他逛小吃美食商圈的新闻出来了 盘面上跟AI相关的轮动股票 也一档接一档往上来走了 特别留意 AI股的轮动 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 主要集中的族群 第一个饥殼族群 第二个散热的族群 第三个AIPC相关的族群 当然另外是泛鸿海集团的个股 我相信都说大家 你也有好好去抓住这样一个轮动 你会发现说盘面上 虽然今天大盘相对的是震荡来做整理 来 大盘今天来讲的话 有一个开高走低的意味 没有突破前波的高点 昨天的高点没有突破 但是你会发现说今天拉涨停的股票 却比昨天还多 昨天拉涨停的个股 大概30档左右 今天是40档 今天是40档股票拉涨停 来 教授朋友 我们已经提醒大家了 你如果懂得追踪 摩尔投顾 陈俊妍分析师Jeran老师 尤其是我YouTube频道的预告 今天来讲的话 你盘面上的个股 你一定可以发现 我们早在上个礼拜 节目的预告 节目上面的提醒 我所点名的散热族群 包含了机壳族群 包含了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因为泛鸿海集团里面 第一个 大家你可以发现 它跟AI机器人有所相关 不只有鸿海本身的 赤福器代工而已 我先说这一档的股票 已经追踪我YouTube频道的投资人 这个绝对很清楚 来 3483的励志 3483的励志 今天来讲的话 在早上10点过后 有攻上涨停 特别留意 我们在节目上 已经告诉大家 会接棒的股票长什么样子 你大概可以去观察到 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来谈 不管是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还是AI散热 机壳 包含了AIPC的股票 全数一模一样的手法 第一个 在5月之前 或者是5月中旬之前 来做一个底部吃货的打底 你会发现 这一条月线扣底值 很奇妙的会帮助你找到底部 到底在哪里 你会发现 这个礼拜 现在黄润许董事长已经提早来台湾了 他都还没公开发表演说 因为他发表演讲是6月2号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还要倒数几天的时间 你会发现 许多前面这边完成打底的股票 这个礼拜开始陆续的做一个涨停的轮动 涨停轮动是轮流来攻涨停 好不好 特别留意 那我今天就说你是已经追踪我Lite的投资朋友 你都会知道 上个礼拜5月23号的节目 我们已经比照 过去不管是泛宏海集团的个股 或者是AIPC的个股 或者是散热族群 饥渴族群的个股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 外资操作的方法 5月23号上个礼拜 立志它还没涨的时候 上面都有日期 这画面的截图 你如果追踪我的YouTube频道 陈俊炎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当时候来讲的话 立志它是当天是下跌186块 今天来讲的话 它工涨停已经几块钱了 我相信大家可以好好去做一个比对 那我们这一档的股票 是从5月中旬过后 5月16号开始来做部署 我的新会员是在160块半开始买进的 然后这个行情今天创下 第一根的涨停板 已经是这一个波段的新高了 我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我的会员针对这一档今天 拉出第一根涨停板的立志 所有的持股成本都在170块以下 来投资朋友 我为什么要事先告诉大家 外资投信 不管是任何法人资金 在拉一档股票之前 那个打底的概念 打底的手法 我为什么要事先来公开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当有一个利多可以炒作的时候 用这样手法完成打底的股票 它会一档接一档往上来做拉抬 也许说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档有冲涨停板的股票 每一档有创新高的股票 我们都可以买到手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样的手法 会陆陆续续的让你看到 全数的发生在所有创新高 拉涨停板的股票身上 那我相信 上个礼拜我们就跟大家去聊过 AI族群里面 不会只有一档股票 或者是单一族群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散热 散热的励志 我们回顾一下 当然你 AI机器人 你只要是我的观众朋友 不管是运通也好 或是针对我YouTube频道的粉丝也好 你早在5月初 5月初 我就已经开放你来索取 拿到这一份鸿海珍宝的资料 你5月勞动节过后 你即便是在运通财经台 这一边看我的节目 你都会知道 我们一开始所强调的是什么 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另外这一份资料 我们整理出来 不只是泛鸿海集团的个股 还有强强联手的 强强联手是什么 第一个 AI相关供应链 从AI股外移出去的 当时候来讲的话 传统AI 完完全全你想不到的个股 因为传统AI 你现在想的第一个技嘉广达 伟创 你现在还在想伟创吗 你会发现伟创已经好几次 华人兴董事长来台湾了 那些传统AI 老AI股 他已经涨不动了 所以我们早在5月初的时候 就整理这一份 强强联手是要告诉你 AI股外溢出去的 包含跟鸿海相关的 集团个股 你要知道 来 很多人针对AI机器人 第一个看的第一个讲的一定是所罗门 但这样的股票你会发现说 你一定是在底部这边 月线扣底这边 完成吃货的过程 跟着外星一起来做卡位 你才可以完整享受到这一段 当你发现 黄文青董事长 这个礼拜来台湾了 反而是前面先拉的 AI机器人的股票 2359的所罗门 反而是什么 开始变成在创新高之后 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完全涨不动了 黄文青董事长 他来台湾了 照理讲 所有AI股应该喷出去才对 可是你先拉的股票 反而是在董事长来台湾 黄文青开始买小吃的时候 他的股价就开始不动了 你会发现 当AI机器人的股票 一档接一档 你会发现 所有人先不动了 然后这个礼拜 6188的广名 还有一根掌停板出来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你已经拉过掌停板了 陆陆续续也开始动不了了 所以你拿到资料的投资朋友 我不是让你就说 哇 跟索尔一起喊 索罗门 那个广名 我还告诉你 AI机器人的股票里面 泛洪海集团有红准 好不好 这一半的资料 我相信就是说 大家你可以看 一样都是在月线打底 这个吃货成本 你可以去看一下时间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最长一个半月 但是五月份的行情 你往回 回溯去看 只要前面已经打完底部的 五月一进来 你只要任何利多 慢慢的领头仰能出来 因为索罗门先拉了 那一样都是AI机器人的 红准当然就是准备 你会发现 完成打底之后 量能慢慢的增加 换红准在这一个礼拜 已经连续三天往上走了 但是没有 这个就是轮动的概念 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上 我要告诉大家的 你不是看到涨停板 问那一档股票能不能买 我要你知道的是 外资跟法人资金 到底是用什么手法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法 来去做这一波的族群轮动 所以我告诉大家 领头羊出来了 你要知道 下一档会接棒的股票在哪里 这一份资料五月初 我早就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我相信 不只是运通财经台的观众 尤其是我YouTube频道的粉丝们 这一份资料 你早在母亲节之前就拿到手了 你有多少机会 可以逢低来做卡位 只要你不被大盘影响 因为今天大盘下跌 今天大盘下跌 那你如果受到大盘的影响来讲的话 你今天就错过一个 接棒股票逢低卡位的机会了 好不好 来 我的LIOT小老鼠J178 你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手中的持股 你不晓得到底是接棒的股票 还是说已经走完主生段的股票 务必 务必透过这个LIOT小老鼠J178 跟我来做讨论 你把你持股不会让我看到 其实我们会花点时间帮你去细细的看过 没有接棒的股票 被法人弃手的股票 这个时间点 即便是拉涨停 你也要知道 那个是逃命的机会 那当然我YouTube频道 陈俊炎分析师YouTube频道 你搜寻我的名字 只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三个基本动作你有做 我们前面所去跟大家预告的个股 包含了大盘的趋势方向 如何来做解读 你都第一时间来做掌握 来 我相信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你有看 我很公平 大盘的趋势上个礼拜五 我不只是在我的YouTube频道 我在运通财经台的节目 我们也是直接跟大家来发送 所以你知道过去三次关键的520转折 衔接到第二季的作战行情 平均涨幅多少 现在大盘的高点 铁定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你现在该做的是什么 轮动的股票 你要好好的来做接手 上个礼拜我相信说大家 你应该都知道 有一档AIPC的个股 我们早就跟大家来验证过了 来 鸿基嘛 你会发现啊 鸿基是什么 黄文勋董事长还没来台湾之前 就已经先拉的股票啊 他不是就已经有拉过涨停板了吗 上个礼拜先拉的股票 你会发现反而是黄文勋来台湾了 这档股票 哎 涨不太动了嘛 可是哦 投资朋友 运通财经台的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有先放送给你一档 鸿基相关股 这一档的盖牌股 我相信上个礼拜 你有锁定我们Lite 你看运通财经台的节目 你有搜寻 拿手机出来搜寻小老鼠Z178 加入我的Lite为好友之后 你有跟我表示 跟我打招呼说你是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这一档鸿基概念股 鸿基的相关个股 因为鸿基我们就有聊到嘛 来 我们聊到嘛 鸿基它早在去年 去年 布局AI 不只是AIPCO 是AI族群 包含了另外绿电的族群 绿电的相关产业 人家去年就已经转投资 间接持有某一家公司 关锡的公司 它要部署绿电 跟其他AI的供应链了 所以这一档个股 当鸿基已经在上个礼拜 拉出第一根掌停板的时候 你所有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都邀请你 在我Lite这里 小老鼠Z178 你只要愿意加好友 跟我说你是运通财经台的观众 我一定把这个提示图给你 来 再看一次 所有拿到这一档鸿基关锡股的 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一定发现这一档股票 快要来突破这个高点了 即将要来突破这个高点了 来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跟上我们的进度 切记 务必要留意 因为现在进度已经来到 鸿海的相关个股 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已经来到了接棒的第三档了 红准第一档 另外6416的瑞奇电通第二档 第三档股票 第三档即将接棒的 泛鸿海集团的个股 好不好 那广告时间好好利用一下 手机拿出来搜寻小老鼠Z178 所有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你还不认得我 陈俊妍分析师摩尔投顾 陈俊妍分析师 决老师的投资朋友 广告的时间利用 好好利用 小老鼠Z178 搜寻这个LINEID 加入陈俊妍分析师的官方粉丝团为好友 你跟我打声招呼 传个贴图给我 让我知道你是运通财经台的观众 我们在盘后下午2点以前 下午2点之前 我会针对运通的观众朋友 送一档第三档即将要接棒的 泛鸿海集团的股票给你 好好把握机会 这个时间不等人 现在一档接一档喷出来了 你如果都还没有赚过掌停板的 好好利用这一档的股票 小老鼠Z178 中午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好好利用 唯有摩尔 名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投资朋友 今天大盘震荡下跌 你会感觉到害怕吗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特别提醒了 你买股票 不要等到黄仁勋董事长逛美食 吃夜市跟民众合照 那个新闻出来了 你就要买股票就要用追的 甚至你到时候黄仁勋董事长发表演讲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有些股票该卖该获利了结 你要懂得来做动作 买点没有抓好 或者是你买错时间的时候 那个结果会惨不忍睹 好不好 特别留意 我不是在吓唬大家 因为股市的生态本来就是这样 你事先能够卡位的人 当然你就可以轻松的坐在轿上 那个黄仁勋董事长来台湾开始逛美食 跟吃夜市跟民众开始拍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提早做好卡位 你现在那个新闻一出来 你就陆陆续续的坐在轿上 等人家帮你往上抬而已 来 8210的秦城 过个广告的时间 你会发现股价陆陆续续又开始拉了 我们不管他今天会不会涨停板 我觉得这档股票 大家看我的节目应该不陌生 因为这一档股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针对AI鸡壳族群 在节目上拿出来跟大家来教学 分享说 哎呀你要知道 一条简单到不行的月线扣底 居然变成是法人的吃货成本区了 在这边完成吃货打底之后 你会发现 当利多可以炒作的空间出来了 股价就会轮流往上来喷涨停 甚至不断的再往上创新高了 来 秦城是礼拜一涨停的股票 我相信秦城这一档股票 你有看我的节目你都会知道 它是因为银广 在上个礼拜三根涨停板 三根涨停板之后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AI鸡壳族群 这一波是由银广先带起来的 你是我YouTube频道的粉丝 你都会知道 银广本来就是我们 一直在YouTube频道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聊到的AI鸡壳的股票 所以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你错过了银广 我们找到上个礼拜的节目 来 跟大家聊到鸡壳族群里面 要轮动的叫做秦城 你可以看得到 当时候秦城的股价有没有大涨 很明显是没有 你可以看得到 没有明显大涨的秦城 这一个礼拜 已经拉出第一根的涨停板 我们也在节目上跟大家来聊过 秦城这一档股票 我的会员提早卡位 是从4月底开始的 现在来讲的话 慢慢的享受抬轿的滋味 那我希望就是说下一档 后会轮动起来的 AI鸡壳股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72块 今天来讲的话 股价已经335 礼拜一涨停之后 昨天的高点 347块半 你会发现 这一档股票 你只要错过底部 这一边卡位的机会 那你要知道 整个他后续往上攻 你就要留意什么价位 什么股价 你再去买它的话 风险会相对的提高许多 因为法人的成本很明显在这里 法人的成本在这里 那你如果买的位置 就是离它太远 那特别留意 你的风险就会拉高 风险就会比别人高 所以来 刚刚画面已经跟大家提醒了一下 你秦城如果买345块以上 真的 那不如不要买 我们这一边有另外的股票 另外准备接班的股票 等着你一起来做卡位 好不好 这个时间点我希望说 大家你看我的节目 你都应该都知道说 哪些股票 我们是事先提醒大家的 你只要成为我的观众朋友 你都会知道我忠实粉丝 YouTube频道那一边 看我一年两年的观众 他们都知道我没在马后炮的 我有本事带会员赚钱 我就不屑去做那一种 马后炮或造假的事情 那我先引广 这个是我YouTube频道的粉丝 铁定会知道的 我会员持股 今天来讲的话 我不晓得 尾盘会不会拉涨停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档股票 我们是锁定 准备要获利了结的股票了 这一档6117的银广 是我们准备 锁定要获利了结的股票了 好不好 上个礼拜三跟涨停 所以我才运通这里 我才会告诉你 鸡壳族群 有秦城要准备来做轮动 那我先说另外一档 跟AI相关的个股 水冷散热 当市场比较 都集中在旗红 酸红 我们在YouTube频道这里 包含了我Lite这边绝对是第一手 水冷散热后面会轮动来补涨的叫4543万寨 这个礼拜也开始在拉出新的一波了 他跟银广一样 他跟银广一样 来 都是我们准备 接下来即将要获利了结的个股 好不好 那这边呢 运通财经来的观众朋友 也许你晚了一步 但是你只要追踪我的Lite小雅鼠J78 搜寻YouTube频道 摩尔头顾程俊炎分析师 我们每天的节目你有好好看 这个时间点你会知道 可以跟上我们下一波的操作 好不好 下一波的操作 那这个时间我希望就说大家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来 我没有在隐藏什么 银广 我的粉丝都会知道 我的会员所有 不管什么等级 专案会员也好 特别会员也好 VIP会员也好 所以我买银广的成本都在81块2以下 所以这一档股票 我们没有再买81块2以上的 好不好 昨天第四根涨停板 我们已经将近快要六成的获利了 这一档股票银广今天持续在创下新高 我不晓得尾盘会不会攻涨停 但是这一档股票 我们获利应该可以超过六成 那个完完全全不用怀疑 当我们获利了结了 你就要知道 银广接下来 收回的资金我们要进什么股票 那个是你的机会 水冷散热的万债 现在我们是买在46块6开始 切记哦 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聊到了 来 我讲过 我有本事带会员赚钱 我就不屑在节目上造假 我也没有那个习惯 那马后报跟你讲 这个股票是我的 你如果喜欢去看这种节目 你可以转台没有关系 好不好 来 大家可以看到万债 来 持续的在创新高边缘 我们刚刚已经提醒大家的这一档股票 你看我的节目 你要知道 我准备要带会员卖了 6117的银广 我们也都告诉大家 成本在什么地方了 这一档股票今天持续在创新高 但是 我们已经准备要全数获利出清了 来 你现在的机会在于 我们卖掉这些股票 接棒上海的股票 涨停板也让你看到了 这些股票下一波 会带谁来做轮动 不要忘了 宏基相关的关系股 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针对给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来索取了 接下来泛鸿海集团 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第三档要轮动了 你看过宏准了 你也看过瑞奇电通了 第三档是谁 来 那个节目的尾声 大家把手机拿出来 搜寻LINEID小老鼠J178 加入陈俊炎分析师的LINEAT 唯一的官方粉丝团 让我知道你是 运通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下午2点以前 会放送给你一档 泛鸿海集团的接棒股票 好好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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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帅throp 温达 超级